早安大家 我們今天中午要出發去西藏 所以我來做最後的一些收拾 就是保養品跟洗澡類的 保養品跟洗澡類的 早安大家 All packed Ready to go 我現在穿我的網球鞋 因為沒有什麼空間 再放一雙鞋了 所以我就穿著去機場 今天我們在家裡有吃過午餐才來 但是我們想說可以去喝個咖啡 然後看看有沒有 pastry可以買 簡單的吃一下 Yay 準備要起飛啦 我興奮 這次是第一次去越南 飛超級快的 一下就到了 我們應該算是到了一個非常冷門的地方 所以這機場很小 也幾乎沒有排隊 就出來了 我們要去旅館啦 我們先下載了Grab 然後這邊都有很多司機 就直接在這裡等了 所以馬上就match 還蠻可愛的 kind of light face 這邊是整個開放式的 其實還蠻涼的耶 而且感覺也沒有那麼潮溼 這風吹還是舒服的 我們到我們的房間了 然後我們房間門是沒有上鎖的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然後這邊還被插了一張紙 room tour 一個非常開放的洗手間 跟浴室跑來沒有他的窗簾 窗簾在上面 這個是房間 大床 然後書桌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e'll be working 現在要去吃晚餐啦 反正這邊就是太陽下山之後 就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但其實也沒有很晚 現在就晚上六點而已 這邊百分之九十九 全部都是韓國人的耶 我們點了一個 金桔跟Bezel Meas 的Majito 這個好了 很有趣的 謝謝 謝謝 魚肉的味道非常的濃厚 超喜歡的 炒椒魚 在工special 日南啤酒 第一次喝 我覺得還有點餓 所以我夾點了這個 蟹膏 Crab cake 來給你們看看我度假 都帶了什麼衣服 Le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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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條Legging 兩條網球裙 四條Sports bra 包括我現在身上穿的一件 運動上衣 運動頭巾 我不是穿著我的網球鞋登記嗎 我另外雙帶的鞋子呢就是 嘿嘿 我的健身房專用鞋 checking out the gym 還有第二間 這邊就是 重量訓練的小房子了 這個比較像 這邊還可以上樓 這邊是熱的耶 一上來就感受到熱氣了 你可以在這裡做 熱魚家的一個概念 很漂亮耶 然後還有一些基礎的一些重量 到5kg 早安 我在 breakfast buffet 選明天要上線youtube的音樂 然後還有看一些要修改的地方 早餐的view 我的早餐時間正式開始了 這個是越南咖啡 然後優格 我吃一半才開始想起來要錄 然後後面有一個很累的活動正在開始 一早就這麼開心 被香味吸引了 耶 有湯有肉湯 佛哥應該是 我記得是雞肉 雞肉佛 然後 應該是 鳥肉 好香好香 謝謝 謝謝 我絕對是為了佛 來越南的 連飯店這種早餐buffet 都可以這麼好吃 啊我忘記一下 防曬 我的Charlotte Tilbury的蜜粉 出現鐵盤 人生第一次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也是不會出resort 我們打算可能 明天再去 鎮上 我們飯店早餐啊 六點半開始 六點半開始 我七點到 居然就已經超級多人了耶 大家都 這麼早起嗎 然後到我剛剛離開九點半都 超級多人 不過因為這邊晚上真的沒什麼事做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早睡 這邊的網路超不穩的 不過也是啦 誰來這邊上網啊 好 哈囉 你好 早安 現在是越南當地時間的12點50 我都要check一下 因為現在多重市區 我電腦是香港市區的 然後我手機是越南市區 所以I'm kinda confused 但是呢我現在有點餓了 來怎麼辦 但是我還要再撐兩個小時 所以我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來叫個room service Local favorites 有 有何分 有何分可以選 二十萬 月幣是多少錢 兩百六十台幣 也是不太便宜 但畢竟是room service 也算便宜 其實 我覺得我可以點這個來吃 我覺得我可以點這個來吃 我的春節來了 嗯 這這樣好香喔 那個花生的蘸醬 啊 我下班了 然後烏雲也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 又開始下雨了 Please Come on 就讓我玩半小時 我剛剛不會說 讓我打三十分鐘嗎 真的讓我打三十分鐘欸 三十分鐘沒有下雨 現在又開始下了 Clubhouse長這樣 這間旅館的集團 是瑞士的嘛 所以它就是做的有點像這樣 小瑞 小瑞士的感覺 這間旅館 我來吃 我們要去吃晚餐 我們要去吃晚餐 好了 看看 大家看看我非常會倒啤酒 大家看看我非常會倒啤酒 這一刻 你看 下個晚餐 東西太來了 薩天地 最後一個烤雞來了 我們的帳單是七十 太多人了 其實七十萬 七十萬 這點物價真超讚的 我們吃完晚餐了 就在這個街上走 然後現在看到了一間 他們覺得很有興趣的 他们有好几桶汤头 薄荷叶 九层塔 他这个面呢 就是非常非常有嚼劲 然后汤头 感觉是很多骨头什么凹成汤 反正味道非常非常的鲜融 大家我们刚刚两碗50k 两块钱 美金而已 超便宜的 一碗一块 很好吃 而且非常的香 就是那个牛油味跟牛骨头味 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真的很好吃 超赞 我们找到一家超市 越南泡面 这个新加坡 看起来像是辣蟹的饼干 这个看起来像是海苔口味的 动物形状饼干 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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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beer some lace 这个类型呢 是这个 辣龙虾口味 这边是中工 那边是一间小刻的尾巴 序幕 最终工厅 这边是有点赞 但当中工都没有尽量 每天都没有尽量 才早上8点 然后这边的麦克风的声音 大到我11楼都可以这么见 不是走外面,我房間裡也這麼大聲 完全找不到位置 我要坐哪裡呢 坐外面好了 我的位置被站走了 所以我搬來順利 我找到一個沒有小孩的地方 很安靜 嗯 十點半了,五點月 超簡的 好像沒有給你們看到這個庫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水瓶 然後呢,它的材質是可以耐熱到90度的 但是我自己還是不太會放很多水進來 這個是一個提把嘛 然後這個是一個吸管的開關嘛 都很正常對不對 不過 這個提把 是磁吸石的 它也可以當成手機腳架 你不管要看東西啊 可以這樣看 很讚吧 太陽整個大出來 非常的熱 牛包 哇 好累喔 太累了 太累了 今天第二顆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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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才正式的到了牙妝 我沒有吃過黃色這個麵 今天小吃攤比昨天的乾淨很多 我 這像會是豬大骨的東西 豬骨頭 嗯 很燙 才剛吃完麵 這兩個人看到了這種越南的三明治 又想要來一份 放了超級多他們這種自己做的這種煙肉 然後他現在用紙包折 好可愛喔 很好吃耶 我在那多人都吃過 都覺得 不是很好吃 完全改觀 找到在賣椰子的了 我要準備來今天第三顆椰子 謝謝 我覺得比旅館的甜耶 而且價格是旅館的 十分之一嗎 嗯 我們到了他們這邊有點像是夜市的地方 我們決定來按摩 因為還沒有很餓 還不想吃飯 裡面很讚耶 而且是乾淨的 好可愛喔 這邊的配菜型都差不多的 就是豆芽 然後 九層塔 這樣子 好可愛喔 找到了 我們這一整天都在找的 這種 不知道叫什麼東西 這個很好吃耶 是一個 就是肉餅這樣子的 東西 吃起來其實有點像台灣香腸 然後這個湯呢 感覺有一點茶味 茶味跟魚露 這是一個什麼海鮮 海鮮餅之類的東西 這個酒餅 很喜歡吃 好可愛喔 很可愛 這個雲露 被我想像中的還很嚴重 我戴太陽眼鏡 所以 額頭鼻是這個比較高的地方 對 超紅的 我們準備要出門啦 要再去芽莊 去吃個午餐 我們的朋友他 比我們早一天check out 我們又回到昨天同樣的地方 因為昨天我們到的時候他已經休息了 所以我們又回來 想要再試一下 這好像是這個芽莊當地 第一道很special的菜 就是在越南其他地方不一定看得到 原本這個東西是香 就吃了之後是芒果 青芒果 他現在正在削 吃起來是酸酸 就酸酸甜甜的這樣 我們加點了愛粉蛋 非常需要hydration 因為我一直狂流汗 我們現在在這一區就是比較 看當地人沒有看到什麼遊客 所以我們剛剛吃的那九個 才50k 所以還蠻便宜的 到一家咖啡店 我們點了三杯鹽奶咖啡 很鹽奶味的咖啡冰箱 味道太甜 我們又到了我們的下一站 他們以前來越南 然後覺得吃到最好吃的東西 是一個蝸牛的東西 心裡是稍稍有點害怕了 看一下這裡面都有什麼 竹筍 麵 這個應該就是蝸牛 蝸牛很嚼勁 我們現在到了牙莊最大的市集 這邊就有一些遊覽車在進來了 他們這個竹子邊的帽子真的還蠻涼的耶 很遮陽 然後又涼 突然就開始下雨了 剛剛都天氣很好的說 然後我買了一個帽子 才十萬 很好看耶 找到深圳的入口了 我們剛剛不是在外圍換而已 到處都是在賣這種編織的 我在想說可不可以買這個當杯墊 我覺得好像還算蠻可愛的 之前超想要這種燈罩的 這個也好可愛 像竹子的凳子 然後換了一個褒烏光草 這是越南咖啡 超屁幕裡面沒有什麼 太多可以看的東西 然後我們想說就 在海邊走走 反正我們就是要撐到晚餐時間 吃完晚餐再回旅館 冒著生命危險過馬路 聞起來還蠻香的 買一包試試看囉 他在幫我們磨成粉 因為我們家裡沒有磨豆子 沒錯我們又來 按摩了 因為真的很便宜 然後 到底晚餐還有一段時間 我真的好笨 我的頭 額頭現在開始有點痛 在Google Map 側面找到餐廳 感覺不怎麼樣 然後我們經過了這間 這間看起來至少就是 水 蠻乾淨的 然後裡面 也還蠻有吃分的 樓上還有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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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粉絲跟蟹肉的一道菜 這個是我們點的一個肉 然後他就說是包在一個叫做 Lowlet leaves 我不知道什麼是Lowlet leaves 這間 很不同 這家目前吃到現在 真的都是保障耶 味道真的很飽 吃飽啦 但是我們還要去下一站 剛剛居然吃了55萬 真的是超級便宜的陸地房 越南有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很像是就是港式的腸粉 但是它是包裡面他們自己的料 來了 耶 好新飯 這應該就是 裡面就是木耳 超滿的 這是豬肉 是 因為我的workout嘛 然後我想要補充飯白子 所以我叫了一個這種omelette 然後跟兩個荷包蛋 我沒有錢交跟培根 我們今天就要checkout啦 我想說趕快趁著最後的機會 在泳池邊稍微chill一下 我的臉已經不能再曬了 我額頭和鼻子曬上的地方 昨天晚上我睡覺的時候看起來一樣 然後我好像在睡夢中就是不自覺一直抓 我覺得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完蛋耶 呵呵呵 checking out 雖然我們要checkout 但是我們班機是傍晚的 所以呢我們還要就是繼續留在旅館裡面 然後我在一個小時 有一點點困難 有點困難 在廣場裡面充電的地方 剛才的安全地方 只有這裡 欸 OK OK 不是很困難 就是很舒服 我們決定去海灘看看喔 沒錯我們來了這麼多天 都沒有去這裡的海灘 好藍的天空喔 是有一些Kabana的這種座位 可以坐在戶外 但現在還蠻熱的 火樹就進來機場啦 最後一晚 天啊這個雨真的超級大耶 被一段混亂 我們的車局不知道在哪裡 OK OK Basically done with packing 我只要再把我的化妝包再稍微整理一下 就差不多啦 然後我要洗完澡了 Good night guys See you tomorrow